各位茶友好 我是玉秀阁茶谈的老王 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聊六宝茶 天气热了 夏天适合喝点六宝茶 很多茶友老王留言 就说六宝茶当初很有名 其中是因为它有冰榔香 而且是在其他茶里头 可能是很难 很难遇到这种香气的 但是很多茶友就产生疑惑了 因为很多人或者说我们很多茶友没有吃过冰榔 到底冰榔香是一种怎么样的香气 它又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六宝茶冰榔香是怎么回事 今天咱们一边跟大家聊一边喝一款 07年的六宝茶 这款茶就是带冰榔香的 其实首先第一我们聊冰榔香 要先排除它不是什么味道 因为有很多茶友会把冰榔香理解成 比如说烟香 很多六宝茶都带烟香 但其实烟香并不是冰榔香 但很多冰榔香的六宝茶都有烟香味儿 所以这就是很多茶友无法分清楚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冰榔香绝不是在陈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堆味儿杂味儿 这两个都完全不是 另外老王也想在这里聊一个就是关于冰榔香这个事儿 我们喝六宝茶如果它带冰榔香 这是一款非常好的六宝茶 但是不代表没有冰榔香 它就不是一款好六宝茶 所以冰榔香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过程 待会咱们会跟各位茶友聊一下这冰榔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首先第一老王想聊一个技巧 就是其实我们喝冰榔香的茶 一般来说大家喝六宝会先洗两遍 那么从第三泡 那就是我们喝的这第一泡开始算 这如果算第一泡的话 老王觉得就是在第三四泡的时候 也就是洗过两遍茶之后的第三四泡 大家可以稍微闷一下这个六宝茶 这样的话它的冰榔香气会更加的明显 你就更能体会到冰榔香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茶友 包括老王自己一开始喝有冰榔香的六宝茶都很难察觉 这个不是差不多吗 跟其他六宝茶有什么区别 但是其实你多体味几次 你就会发现真正的冰榔香 其实它有这么几个特别大的特点 这大概可能是跟冰榔果味道比较接近 首先第一就是冰榔香一定是有清凉感的 就是你喝完之后你的侯韵是清凉的 那冰榔大家应该了解 它本身也是一种提神清凉 所以冰榔吃完之后 口香当中也是一种清凉的 所以冰榔香首先喝完之后 它口腔当中侯韵是带着清凉的 第二个呢 冰榔香在入口的时候 首先是有一种果甜味的 就果甜味的 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回甘 那同时伴随着就是微苦 微麻 微色 但是它是可以被化掉的 那冰榔本身又是一个有刺激性的这么一个水果 所以其实冰榔香在喝进去的时候是有一种对口腔的刺激的 那这种刺激可能一开始有一些茶友不一定能习惯 所以当你喝到一款茶 它说它是冰榔香的时候 其实它会跟我们之前喝到那种所谓陈香 药香 深香 木香 都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它可能是带着一种 就对口腔的微微的刺激 微苦 微麻 微色 然后又有点回甘 喝完之后嘴里又很清凉 那这个其实就是冰榔香大体的一种体会了 因为我们不能说为了喝冰榔香去专门吃个冰榔 这个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喝六宝茶的时候 有些可能茶友他也吃过冰榔 他会觉得这个所谓的冰榔香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什么哪种冰榔 因为冰榔也分成很多种 比如新鲜的冰榔果 干冰榔果 成熟的冰榔果 还有做成用这种椒叶包着的这种冰榔 那是哪种呢 实际上之前有一位比较权威的老师 就是在六宝茶方面就吴平老师 他的一篇文献当中表达过 这个所谓的冰榔香 其实它是应该类似于干燥成熟的冰榔种子的味道 就是有一丝丝果甜 然后回甘伴随着麻色微苦的一种体验 所以其实这个冰榔香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烟香 当然它更不可能是这种焦香的味道 那这两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总结来说 这个冰榔香其实有这么几点特别的特征 它只要都有了 它就是冰榔香 首先第一它是要清凉感 第二个就是它有刺激性 苦麻色微苦微麻微色都是刺激性 第三个它要回甘 有果甘味有果甜味 这三者都有了 它其实综合起来就是一种冰榔韵 冰榔香韵 那么其实冰榔香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里头其实老王也查了一些资料 就发现就是比较权威的一种说法 就是其实冰榔香的香味 它是松烟香的一种陈化味 那这里指的松烟 其实是专业机构做过检测的 就是六宝茶的冰榔香 它主要的成分就来源于雪松醇 雪松锡 还有就是一二三甲基本 这三个 这三个其实都不是茶叶本身物质转化出来 也不是茶叶本身含有的物质 它其实是松树跟张树里头的含有的东西 它是怎么跑到我们所说的六宝茶里头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干燥六宝茶的时候 可能会就是传统的农家制作六宝茶 它的干燥还有包括它陈化的时候 可能会放到房梁上 这个时候它所谓房梁上 可能自家厨房的房梁上 一般都会受到烟味的熏蒸 烟味一般都是松烟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有一些转化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喝到一款真正的冰榔香的茶 六宝茶 它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它是传统的工艺 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做的 而且是用的传统的松烟来干燥 另外一种就是虽然它是六宝的厂家茶 但是它的原料中使用了传统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用松树或者是张树来进行烟熏 只有经过这两种情况 它才有可能会产生冰榔香 当然以这两种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没有纯化出冰榔香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基础就是这一点 所以其实冰榔香的整个的产生 跟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在最后老王想说 其实像六宝茶这样的茶 老王还是比较推荐用这种比较大开口的这种碗来喝 为什么呢 其实夏天喝你喝太烫了 肯定会太热 那像这种大开口它很快就会凉 而且六宝茶的香气其实都是化于汤中的 这款茶呢 其实在放凉之后啊 它还有一种类似于绿豆 绿豆汤绿豆沙的那种味道 其实也是很神奇的 这个客味茶友不方 也可以把六宝茶放凉了 喝也喝试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